他是俄罗斯的后起之秀 国家对他给予厚望 克里姆林宫对他信任有加 就连一代强人普京 也将他视为未来的接班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 却搁不着往外拐 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 将最重要的国家情报卖给美国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 识人无数的普京更是为此怒不可遏 那么这个俄罗斯内鬼的下场如何 他又是为何要舍本竹墨呢 欢迎百度搜索普京接班人 了解更多国际大事 点个三连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相比较于其他人的兢兢业业 沃罗比奥夫的一生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的典范 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之后 更是青云直上 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相伯伯 而他真正进入普京的事业 还是要从一次事件说起 由于当时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解体后的俄罗斯 经济一片凋敝 国外资本大肆进入 几乎白菜价掠夺苏联遗产 国内官僚脑满肠肥 一个个寡头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 苏联解体出气的俄罗斯老百姓 却因为一个面包 还要在寒风中苦苦等待好几天 眼看伊利钦的休克疗法 非但没有拯救俄罗斯的经济 反而让整个国家 愈发的动荡不安 另外受命的普京 成为了所有人的唯一希望 受任于拜军之际的普京 虽然知道拯救经济的重要性 为此克里姆林公向全国招聘 任何经济人才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发挥才干 熟悉沃罗比奥夫 正是因此进入到了普京的视野 而这位年轻人的一出手 也确实让普京刮目相看 因为正是他亲手找到了 当时寡头经济犯罪的证据 帮助普京稳定了 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 以至于从一开始 沃罗比奥夫就被普京视为 比拉夫罗夫和少尼谷 更适合接班人 事实上普京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 对这位年轻人进行训练的 2018年 沃罗比奥夫在普京的支持下 成为了乌拉尔联邦区总统代表助理 要知道这个乌拉尔联邦区 是俄罗斯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 可以说是官员想要进入 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链金场所 此时呢他不过才38岁 可以说大好的前途 正等待着他的作为 而沃罗比奥夫 也的确没有让普京失望 短短一年时间 乌拉尔联邦区的GDP 就增长到480亿美元 与此同时 他还在这个地区大兴基建 通畅的道路 新技术开发 都是他历经图治的最好证明 按理说 此时的他正是春风得意马蹄戟 一日关尽蝉花的最好时刻 可是也没想到 一位下属的举报 却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沃罗比奥夫历经图治是真 贪图政绩也是真 为了能够紧快得到成效 他不惜弄虚作假 甚至利用了自己的植物便利 大肆铲除一己 而随着调查的更加深入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结果 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86万美金 一本波兰护照 沃罗比奥夫和美国的眉来眼去 成为了他堕落到底的最好证明 从2017年到2019年 没有守好底线的沃罗比奥夫 将俄罗斯国内大量的国家机密 全都出卖给了美国 其中不发一些重要情报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而得知前一后果的普京 更是文言大怒 最终沃罗比奥夫被判处 12年有期徒刑 从昔日的天之骄子 到现在的亮枪如雨 沃罗比奥夫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得不说 是一片凄惨 而普京对于这位 重视多年的老下属 所采取的霹雳手段 或许也表明 一切触及他底线的人 都会迎来该有的结局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